本实例我们来进行的是实体振动的分析 首先我们来新建一个机翼 首先我们来选择前世纪指面新建草图 我们来绘制样条曲线 我们来绘制机翼的截面 继续来连接 来添加几何关系 我们来进行微调 完成之后我们来进行标注一下尺寸 下面我们对我们的模型进行拉伸 给定深度是2540毫米 拿上完成之后我们就可以进行保存 我们来保存的模型名称为记忆 下面我们来新建一个运动算力 名称为模态分析 选择分析的类型为频率 点击确定 下面我们来进行更改一下它的属性 选择结果文件 选择更精确 点击确定 然后我们来进行应用材料 在这里我们选择的是自定义 类型为线性 弹性同向性 材料的名称为记忆材料 来输入名称 来输入弹性模量 播松笔和它的密度 完成之后我们就可以点击应用 然后关闭 下面我们来建立约束并施加载盒 首先我们来单击夹击顾问 按钮 或者我们直接来添加固定几何体 我们选择记忆的一个端面 然后点击确定来完成记忆的固定的约束 完成之后我们来进行生成网格 网格完成之后我们来点击运行来进行运行分析 现在是我们得到的结果 我们可以依次查看一下 我们的云图 生成的云图 位移12345 它震动的变形情况 前五 可以查看前五节震动 可以查看 第三节 我们也可以选择命令 Simulation列举结果模式 来查看一下 我们前五节震动的频率 可以看到 查看完之后 可以关闭进行保存 我可以查看完之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